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发生在从温哥华飞往北京的加拿大航班上 当时刘乃顺先生座位在经济舱倒数第三排 靠近鸡尾 他有幸看到了一对夫妇是如何耍小聪明 结果自讨苦吃的全过程 飞机从温哥华起飞一个多小时 大概到达美国飞地阿拉斯加州领空时 一对男女有说有笑 从前方走来上厕所 上完厕所后 两人见最后两排居然快 空着 碎一人一排 就躺下休息了 两人读讲中文 有说有笑 说什么这飞机原来这么空啊 太困了 正好睡一会 他们不知道 这两排座位并不是售票的 而是留给机组人员专用的 上面有明显的英文提示标志 午餐过后 飞机飞行平稳 机内灯光变暗 到了大家休息的时间 空姐们也开始轮流休息 有空姐来到后面 先用英文 又用中文 轻声对两位说 这是机组人员的休息位 我们要休息了 请您二位回到原座位 不知道这两位是真睡着了 还是假装 空姐都说了几遍了 那女的才有点不耐烦的说自己头疼恶心 浑身无力 可能生病了 那男的随后也同样说自己病了 需要休息 空姐脸上立马充满关切 让两人好好躺着 立即就去报告了机长 随后 光播响起 各位旅客 机上有两名乘客生病 不能动弹 情况危急 如果有乘客是医生 请您至机委提供帮助 飞机上还真正好就有一位医生 而且还有听诊器等 但他检查了半天 也不知道两个人得了什么病 最后只能严肃地对空姐说 两人的病很奇怪 自己无法诊断 要说这两人也真是的 医生都来了 他们居然还装 还让人家诊断 你没有病 人家怎么能诊断得出来 刘先生实在看不下去了 悄悄用英文告诉空姐说 这两人应该是夫妻 至少是熟人 他们没病 就是想赖着座位不想起来而已 空姐一脸诧异 说不可能 谁会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 说实话 他确实理解不了 飞机继续向前飞行 原本该休息的空姐 除了有一人守着两位外 其他人都只能分散到别的座位休息 而两位却自认为撒谎成功 继续躺在座椅上休息 也或许 他们需要用继续装病来掩盖自己的谎言 但事情很快翻转 不久 喇叭再次响起 机长告诉广大乘客 飞机已经到了美国阿拉斯加州的首府安吉雷奇上空 因有两名病人 不得不立即在安吉雷奇机场降落 这对男女眼见不妙 晃悠悠起来 甩甩胳膊甩甩腿 好像没事般的说 已经好了 飞机不用降落 会耽搁大火时间的 他们认为这样大家都有台阶下了 但空姐却一脸严肃 而且态度十分诚恳的说 生病不是小事 你们乘坐了我们的航班 我们就必须对你们的生命安全负责 机长已经通知了机场地面的紧急医疗救护机构 相信他们会对你们进行最好的救助 这对男女知道事闹大 连连说真的没病 已经好了 千万不用麻烦了 但空姐的态度依旧 温言安慰着两位 说生命重于一切 医生一定会好好帮他们诊断的 还说这是家行的规定 有人在飞机上病了 就必须按规定办事 任何人都不能有侥幸心理 这对男女见说不通 真要崩溃了 声音都提高几倍 就差点发火轮拳头了 说话间 飞机已经安全着陆 机场地面人员及救护人员拿着抢救设施 核单架进入机舱 两人也是急了 开始横起来 死活不下飞机 救护人员温言温语 但态度和空姐一样坚决 大概就是自己不是医生 不能确定两人的病情 一定要抬两位去机场专门的救护站 接受全面的身体检查 这样做是有关法律明确规定的 谁都不能违背 将时间 诱上来两名鹤枪实弹的警察 同样温言但态度坚决地请两位前去诊断 否则他们有权力实施强制措施 两人间实在没办法了 虽愤愤地表示 自己可以走下飞机 但业务人员坚持说 不知道两人的病情如何 为了防止受到二次伤害 必须用单架抬下去 这对男女终于极不情愿地爬上单架 被抬下飞机 骑随身行李和托运行李 也相继撤离航班 至于最后 是怎样收尾的 又改签的哪次航班 就不得而知了 这对男女的遭遇 是不是给了你很大的启发 我们很多国人爱耍小聪明 且特别能讲自己的一套道理 但是 在国际社会 没有人听你讲道理 大家都是讲规则 讲成